嗨,大家好,好久不见 本期视频呢,我将要教大家一项新的技能 那就是怎样制作PlayStation 2的启动机器卡 如果你想跟我学的话,那就跟我一块去看看吧 那我们要准备的工具呢,首先是这个PS2 7万型的搏机器台 和这个PS2的机器卡一张 以及一个USB的一个U盘 和这个PS2的一张工具盘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PS2的启动机器卡了 那我要说一下,这张工具盘是烧录出来的 那怎么烧录工具盘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往期视频 里面教大家怎样去烧录这个工具盘 我在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那首先我们要下载三个文件 这三个文件分别是FMCB1.93 和这个HDL0.8C 和OPL.ERF 这三个文件我已经放在了这个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把这三个文件复制到你的这个U盘里面 这是我的这个U盘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进去 那我要说一下这个U盘呢 一定要使用的格式是FAT32格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它的格式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的这个U盘不是FAT32格式的话 PS2是没有办法识别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的U盘不是FAT32格式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软件或者是格式化功能把它格式化成FAT32格式 好刚才那个U盘装好的文件以后 然后我们把它插到PS2这个USB的这个接口上 然后我们同时把这个PS2这个启动这个记忆卡 把PS2这个记忆卡插到PS2上 然后再将这个PS2的这个启动工具盘放到PS2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开机 好我们看到已经成功进入到了PS2工具盘的界面 然后我们选择文件管理器 就是这一项 然后点插件 然后我们选择第一个Fair Browser文件管理器按圈 然后选择这个Math 注意这个Math就是我们刚才插的这个U盘 然后我们选择FM FMCB 然后我们选择FM1.93 选择FMCB 就是安装程序的意思 然后我们点圈就可以了 好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安装程序的界面 然后我们选择 for this console 就是仅限于这台机器使用 for all console 就是可以用于所有的机型 那我们选择all console 然后我们选择第二个 然后按圈键 然后我们选择yes 好 now installing 就是安装中的意思 我们稍等片刻吧 它如果记录条达到了100% 那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 好我们的安装已经完成了 然后此刻呢我们点圈键 选这个ok 然后选退出exit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 就退回到了主界面 稍等片刻 然后呢我们这个 记忆卡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启动卡 FMCB启动卡 那我们把它插到机器上 我们试一下 好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插这个启动卡的时候 一定要插到左边 左边的这个卡槽 一定要插到这个上面 插到这个上面 插到这个上面是没有作用的 一定要插在这个 1号卡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好我们现在开机 ok我们看到了FMCB的这个标志 说明我们的我们的这个 启动程序已经安装成功了 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启动卡的界面 说明我们这个启动卡 已经制作成功了 大家看一下 不晓得大家 刚才有没有学会 我觉得它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学会了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点赞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好了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了 See ya 拜拜